恶毒王后爱上王子,为了让自己变得更漂亮,做了恶心的全身护理,本期小妹带来电影《白雪公主之魔镜魔镜》,白雪公主主生于王室,母亲生下她后便去世了,于是国王对女儿万般宠爱,父女俩身受人民爱戴,国家兴盛一时,后来国王再婚,她被新皇后的美貌所倾倒,但新皇后的来临导致了黑暗清洗王国,国王骑着马儿奔向黑暗森林,结果却一去不复返,因此, 新王后一人独大,手握大全,十年后逐渐长大的白雪公主,变成了肤白貌美的家人,这十年来,白雪公主一直受到皇后的穷劲和欺凌,她遭到禁足,不准踏出城堡一步,对于外面的世界如何,白雪公主一概不知,新王后掌权后,原本新生的王国在她的压榨下,国民深受苦难,国家财政遭遇危机,钱财已被挥霍一空,但皇后仍然活得逍遥自在,整日以使唤下人为乐, 没钱花就剥夺人民的积蓄,每个人都是敢怒不敢言,皇后的魔力来源于一面脖镜,有时她未进去溜溜,语境中的另一个自己对话,在侍女的劝解下,白雪公主决定披上黄袍,出去外头转转, 经过森林时,她偶然看见有两个人被倒挂在树上,于是出手相助,放弃自由,这两人是安德烈王子和他的仆人,在路过森林时,不慎被伪装成巨人的小矮人抢劫,导致农服和钱财被扒光,双方道谢后互相道别,半裸的安德烈王子,来到城堡后向皇后求助,安德烈是一个富二代,一个来自富裕的国家, 皇后看重这一点,决定与王子结婚,但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,还要循序渐进,皇后命令随从布莱顿前去小镇所挖税款,一起来举办宴会,令她能与王子走得更近,为了让王子在宴会上爱上自己,皇后进行了难以言喻的全身护理让自己变美,随后布莱顿去到小镇张贴告示,这一幕刚好被白雪公主看到,她体会到民众的悲苦生活,甚至这一切都是被皇后所赐,于是赶忙回去, 议图扳倒皇后,当白雪公主听说了王子来到国家拜访,她心胜一己,也许能说服王子用军队来帮她打倒皇后,夺回政权,让人们过上安乐日子,在宴会上,白雪公主和安德烈相遇,两人看见对方甚是感到惊喜,但这一点引起了皇后的注意,趁白雪公主中度离开,皇后绑架了她,还命令布莱顿将公主扔进森林杀掉,不过布莱顿心软了,她放走白雪公主,带回动物的肾脏,哄骗皇后, 得知白雪公主死后,皇后高兴的半死,她还将此事告知安德烈劝她死心,待白雪公主醒来后,她已经被七个小矮人救下,躺在温暖的屋子里,经过投票表决,小矮人决定让白雪公主暂且救下,七个小矮人原本有正当职业,但皇后来到国家后,他们就被驱逐到森林中,为求生计,欺人只能拦路抢劫过往的路人赚取钱财,正好这天,布莱顿拿着搜刮的税款准备回去复命, 结果被小矮人抢劫一空,衣服没了,钱也没了,等小矮人回家后,白雪公主觉得这些钱是属于人民的,于是她把钱财还给人民,还把功劳推给小矮人们,为帮白雪公主赌回皇权,小矮人教授白雪公主击剑和打斗的技能,令她脱下臃肿的裙装,换上行动便利的运动装, 一天,安德烈带兵重返森林,以报上自己仇,不料却以白雪公主,两人持剑对决一番,结果安德烈胜之不武,不止被打婚,还再次被扒光衣服,回到城堡后,安德烈揭穿了皇后的谎言,还无意透露出白雪公主还活着的消息,白雪公主先放一边,皇后想先与安德烈坠入爱河,她在酒中下了咒语,引诱安德烈喝下去,喝完酒后,安德烈变得如小狗一样温顺, 随后皇后操纵傀儡,前去暗杀白雪公主,不料却被发现破绽,导致厮杀计划失败,虽然没能杀掉白雪公主,不过皇后并不慌,她想先跟安德烈结婚,再来除掉后患,这时白雪公主本打算离开,但在小二人的鼓励下,她开始鼓起斗志,带着小二人去往婚礼现场,在皇后到达之前,先把安德烈绑走,面对被下咒的安德烈,白雪公主用一个深情的热吻,帮她恢复理智,等到夜晚, 得知安德烈被白雪公主帮走,皇后怒不可遏,她领着一只野兽,前来夺走白雪公主的性命,小爱人和安德烈一起合力帮公主打倒野兽,但凡人之躯终究敌不过凶猛的野兽,直到白雪公主用父亲的匕首,割断野兽脖子上的项链,身处摸进空间后的皇后瞬间变成老太,而野兽则化为人情,白雪公主定睛一看,这不是我爸吗,父女相认,场面感人,最后国王夺回政权, 人们再度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,而白雪公主和安德烈在国王的见证下结为夫妻,至于皇后本来想用苹果毒死白雪公主,结果被识破,魔镜空间毁于一旦,白雪公主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幸福的女人,用尽此生寻找此间最好的抑郁,千惠百转却换来怅然若失的遗憾,满怀真诚的情爱,始终抵不过欲望的升华,静静聆听爱人的心跳,听到的只有对另一个女人的思念, 美好的岁月终究会流逝于苍茫年华,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怪小妹,明天见啦